會不會不捨老婆之前就會哭啊 他直播哭啊 會啊就會覺得說 因為哭完以後臉腫啊 然後什麼的 我們又要花時間處理 但是我們有努力的協調 所以像過年啊 這次就是疫情解除開放之後 過年還有包括二二八連假 就是我們等於在短短的大概一個月之內 我們就家族旅遊去日本去了兩次 現在關係很好 你看他今天都來了 所以比較沒有在吵架了吧 沒有啊 所以老婆最棒的是哪邊啊 老婆最棒的是個性 我答錯了 是外表 不捨老婆這樣抱哭之類的 對不起我沒聽懂問題 會不捨老婆之前就會哭啊 他直播哭啊 會啊就會覺得說 啊因為哭完以後臉腫啊 然後什麼的 我們又要花時間處理 哈哈哈哈 誰去我們最善談 就是說增加工作量 哈哈 如果長期出差的話 會不會透過視訊還是補量 跟老婆會細感情量 呃其實我們不管是不是長期出差 還好我們在我在大 我其實如果有去大陸或是去國外演講 我們大概我每一天都會視訊 所以不是靠這個危險 是這基本上是算我們的日期 那之前老婆有說你有進步 就是對他有變比較好有懂得改變 那你覺得你自己進步最多的地方是哪 就比如說多關心老婆啊 你知道什麼任務 對 因為小孩現在就是差不多青春期 那坦白講 因為我們工作忙碌之餘 下了班回到家就會 呃 累累 關心小孩的功課啦 什麼的 我們比較傳統啦 那所以在就是 現在就是要平衡一下 就是說 欸小孩跟太太這樣 取得一個平衡 那我們也跟 我也跟我的小孩講說 呃 畢竟你們未來也是會離開家裡 所以我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關心一下你們的媽媽 好那今天剛好主角們也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會重現一個人妖之夜 哈哈哈哈 講徵婚飾演的時候有感動到掉眼淚 啊我現在背不了了 因為我是照念的 那就是我的老公 他一路就是陪伴我 然後不離不棄 在我生命的時候都沒有離開我這樣子 呃 大家知道他在生病期間 他也不離不棄 進出醫院數十次啊 都是他陪伴他的 而且在病床上說 他也在醫院抄佛經 來祝福祈福啦 就是希望Sammy身體健康 這種不離不棄啊 已經早就什麼山盟海事啊 什麼勇於愛河 這個詞都不足以來說 他們兩個夫妻到底有多幸福 我跟Sammy認識 真的是因為他是瓜哥的粉絲 那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很特別 怎麼會是瓜哥的粉絲 你幫我們當伴娘 你馬上都答應了嗎 我就想說 所以我就說 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孩啊 對啊 她找我當伴娘 然後我第一個時間 我還說 你真的不介意 因為我離過婚喔 然後她就說 還要記認這樣 我說好啦 反正也就是外國人嘛 也沒什麼禁忌 哎呦 其實 其實就是 她當下啦 她是透過 因為她好像跟我媽比較熟 對啊 所以她有透過我媽就是說 有要傳簡訊給我這樣 那 因為我也沒有講的原因 我不想要這個又變成另外一篇 然後 其實 當下 大家在肉搜她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緊張 我就在想說 我要刪掉 因為我 我就不想要鬧上新聞 結果 哈哈哈 最後 對 然後後來 事情 瞄頭不對的時候 是 到有一個人 在下面 一直 就 所有的媒體 然後我講說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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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果然就 就打來問啦 然後 然後 其實 已經有傳了一封簡訊給我這樣 那我說 根本沒什麼 我也沒那麼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 蠻多人 就講那一章 好像 怎麼 就是 也不只有她一個人講 像仁妖 但是在想說 怎麼她被肉搜也太衰吧 對啊 然後 就反正就這樣 那今天剛好 主角們也來 所以我們今天會重現一個仁妖之夜 就私家也會來啊 然後 然後 我們剛剛在觀影 在裡面跟觀影觀影說 還是我們就是一起拍一張照 然後我們一起 愛了的媽媽 我說真的不要這樣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等 浮誇女王 王思嘉 她也沒到 對啊 不會 因為人又很漂亮耶 對啊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去care 或是 應該是說 我也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 這個藝人 因為我po上東西之後 我就很少在看底下 大家在留什麼 對啊 所以我就 我也沒 真的沒那麼在意 對啊 啊 yeah 呀 我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